Hello 大家好 我是Dixon 今天為大家去分享 就是這個2022年的第五條MC 這條MC的做法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用回片尾有段片 就是講DLS和DPLS 當中的工具如何建立 還有第二件事也會說 2021年最麻煩的題目 就是掩飾體和掩飾單體的分別 第四條 就盡快幫大家試試怎樣去做 首先第四條 減數分裂就是DPLS LOS 當中裡面如果我能夠做到這個形態 然後到後期的話 這個Stage就是複製的Stage 所以之前其實就是 一條的掩飾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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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體細包就是四條 你會看到都不用一分鐘時間 就能夠掌握到這個要點 因為其實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一定要掌握到究竟是說哪個Stage 第五條 看著吧 英文卷的同學是沒有問題的 原因就是因為其實問得很清晰 就是問你這個Cell Division裡面 Composal Arrangement 在Later Stage裡面是怎樣 但如果用中文卷的話 其實我做中文卷的時候 我都會遇到那個困難 那困難是甚麼呢 那困難就是 我看到後期 我就想 究竟你是一期 還是二期 減數分裂 如果你是用英文卷的話 其實是用Later Stage 其實是譯到這個 Anna Space Anna Space裡面究竟 是怎樣 就問得很清晰 中文卷就在猶疑 Later Stage 你是說我之後的Stage 還是後期二的Stage 不過其實也沒有關係 那就照樣做 首先第一件事 為甚麼Dixon 會在圖上畫了一些顏色 原因就是幫大家 去容易理解 DPLSLS 片尾裡面有說怎樣去理解 我試一下快速這樣做 第一個S 就是Hormonococomosum 就是同源染色體 第二個S 就是子妹染色體的分離 當中裡面 如果是第一個分裂的話 其實你期望那幅圖 就是同源染色體 配對排隊再分離 所以當中裡面 其實你第一幅圖裡面 那個排列的形式是怎樣 就是同源染色體 就會排隊 OK 會排隊 這樣 或者上下調轉 也可以的 好了 然後下去分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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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扯 如果你去到第二次的話 其實就是我拿的其中一邊 好了 要不就是全藍色 上面就是紅色 然後再拉扯出來 所以到最後 左右兩邊在一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出到有四個細胞 如果四個細胞裡面 當中裡面就是一條紅色 一條藍色 就是紅色 主要就是我掌握到這一方面的資訊之後 然後去問你 究竟那個排列 這個排列 只有兩種 就是 紅色和紅色 就配對 藍色和藍色去配對 OK 扯開了之後 然後 就是 一條紅 一條藍的情況之下 再拉扯 所以當中裡面 A的幅圖 的話 就不會兩條是紅色 紅色的 所以A就一定錯了 那麼 落到C的幅圖 其實落到這個 就是那個子妹染色 單體分離 OK 但問題是 很明顯的 子妹染色單體 或者子妹染色體分離 其實主要是 只有兩條 在第二次的減數分離 所以C的幅圖就是錯了 接著去到DOT DOT的話 其實是同源染色體配對 這裡也不是同源染色體配對 所以是搞靠差 所以到最後 剩下一個答案 就是BOY 那麼 中觀而言 你問我 其實中文卷也好 英文卷也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關係 但內裡的答題的思路 其實你一定要掌握到 究竟是哪個 Stage 以及究竟那些 染色體的活動 究竟是怎樣 所以 其實做了十年事題之後 去到最後歸納了一件事 其實 各位考生 你一定要掌握到 有C分裂和減數分裂裡面 究竟那個染色體的活動 所以 十年的訓練 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其實考試是超重視 這個部分 所以大家 溫書的時候 其實真的要溫什麼 不是背書的 是真是理解的 所以 片尾那段片 大家一定要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拜拜